世界日旅新有报天天读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属丸 今天我为各位读报 我们先来做国际聚焦 菲律宾到底要摇摆到哪一方 它最近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我们先来看看 在今天各家的标题的聚焦上 对于菲律宾跟美国之间的互动下 在这个时候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联合军演 那么中国外长秦刚又到访了马尼拉 我们接下来看 今天联合早报就提到接续 拜登会与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 他们5月1号的时候会在白宫有一个会面 那么会面这个方向说是经济合作及印太课题 其实就是政治性的 这个布局在当中的成分是比较多 那么接续 特别是菲律宾的新报今天做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报道 是受到关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当秦刚去马尼拉 有很多事情做沟通的时候 主要也是大家记不记得 在今年2月份 菲律宾跟美国之间同意 扩大美非之间的强化防务合作之后 菲律宾原本提供给美国所运用的5个军事基地 就再增多了4个 所以一共有9个 那么在新增的4个当中有3个被认为是面向台湾 那所以接下来有很多的事物是需要进行面对面的一个沟通 在这个时候 菲律宾新报的这篇报道 我们先看EDCA就是指的是这个美非之间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 他们有个听证会 结果菲律宾的外长在这个听证会上的时候 一些发言受到了关注 因为有一个菲律宾的议员就提出了一句话 说他们很担心美国利用在菲律宾所提供的军事基地藏武器 藏什么武器 担心提供给台湾成为一个武器库 为什么这么说 他的论证呢 乃是于提出 美国提出的2023年的这个国防 相关的这个国防的计划当中呢 特别有一个条款呢就提到授权 是强化台湾提供成为一个区域协防的军备库 所以菲律宾有议员先率出抛出了这个议题 说他很担心被利用 所以菲律宾的外长立刻就说 说出了这一段话 就是经过了台湾媒体的翻译 说不会让美军在驻飞基地存放协防台湾武器 所以我们看他开始前后态度有了一个微调 那么对于菲律宾呢 现在呢就一句话 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呢 菲律宾外长对外说 是希望与所有人做朋友 那么任何违反这个原则都不符合他们的一个利益 那这话要如何解读呢 所以对于菲律宾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势来讲 对他们就只有听其言观其行 与此同时 中国宣布将在南海举行三日的军演 而在秦刚应邀出访的这个过程 也持续受到关注 那么这个背后呢 接续在整个实际对外的一个消息上 相信也是一路受阻 另外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沟通 最新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这里有讲话 美国财长耶伦也有谈话 他们两个到底说了什么呢 先看啊 今天有很多是注意到耶伦的谈话 说经济日报说耶伦对华政策 国安叫经济优先 另外呢说美财长又处中美之间 要建立一个建设性及公平的经济关系 然后戴琪说 无意识中国与美国经济脱钩 好这该怎么看 我们先看一个情势 近期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经济上面呢 在民间或者是一些 其实有一些中美之间的互动 官方半官方民间 其实是有在做沟通 但是从耶伦的谈话 戴琪的谈话当中 特别是耶伦 耶伦被视作 他上来谈话对外是比较鸽派一点 可是也要注意 他的话呢 常常前后会有一个版本 有一定的摇摆性 在这件事情上呢 特别是对中方的经济关系的联动系 脱钩一步脱钩之间 你到底要怎么样建立一个经济建设和平性的关系 耶伦说要注意国安安全 那么这两者如果是记者应该追问 他自己如何去诠释当中的一个逻辑合理性 那么这些加总起来可以看到的 美国在面对中国的经济互动 贸易交流的问题上 显现的是多面人的性格 要显现的多面人 所以他的现在呢 多路的路子呢 自己呢 也显现出美国官方啊 对于相关政策的一个矛盾性 接续再看的呢 就是拜登啊 他现在得抓住很多人 在对马克龙 在对冯德莱恩 因为在访华之后 他要跟他们通通话了 那话中谈什么呢 拜登这里 白宫这里说 跟马克龙 跟冯德莱恩通话 说他们有重申维护 这个台海和平 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性 但是呢 在台湾的媒体呢 却提到 我们放大一点点看 他说与美不同调 他们两人通电话 但是呢 法方的声明当中 是未提台湾 好 再来呢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这里提到 说别管马克龙说了什么 说欧美看待中国威胁 并无视觉不同 这个马克龙 他的调性 到底有没有调整 不论近期的媒体 怎么炒作 甚至把他跟德国总理 舒尔茨的话 也拿来做山峰的一番 但是我们看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呢 这里囊括了很多 专家的一个分析 在西方的学者 看待这个问题呢 认为要注意的是 其实有一个历史性的纵轴 欧洲呢 跟美国 他们是花了一个 平行对待的时间 才走到了一块 才慢慢地靠近 但是实际上 核心上呢 欧洲向来对于 欧盟的体系呢 对于中国的经济互动 他们是希望去风险化 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用词 比美方对中国所说的脱钩说 还温和一些 但是这些人认为呢 并无实质的不同 只是用词的不同 而且呢 接续他们在一些相处上 包括一些理念上 继续要关注的是什么 要关注的呢 就是在中国内部或对外的一些投资 跟贸易的活动 以及俄乌的情势 甚至是台湾议题 会是影响欧盟多国 他意识形态跟态度 接下来我关注的一个话题点 与此同时 美国这个泄密案 空军国民警卫队 一名很年轻的小兵泄密案 当中又继续有消息 当然他除了还有一个泄密门 接到北约摩擦 这个是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这一份对外公开被泄密的文件当中 提说杜鲁多 曾经私下向北约的官员说 我们这个加拿大永远达不到 你北约要求的这个国防开支目标 所以呢 这个文件 写文件的这个作者就说 你看这个加国是有军事缺陷 所以呢认为说 加拿大的这个情况 会威胁到北约的伙伴安全 那另外呢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密件 说这个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 它披露了一份外泄的 一个美国情报 说呢 之前俄罗斯的雇佣兵团瓦格纳 从向中国 希望说也能够提供武器 但是北京拒绝了 接续是看英国 这是今天的一篇港媒的一个分析 它说英国积极支援 乌克兰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它当中提到的就是 一加强特殊关系 另外也提到 他们站在同样的 自己的类道德 他们的道德的意识高点上 但是还有一个核心 别忘了英国脱欧之后 脱欧之后的英国 它必须在经济上 更为依赖美国 同时在设外事务的 外交关系的处理上 也会更看美国的一个脸色 这就是一个核心的原因 虽然跑得比美国甚至更快 与此同时 纪念这个波兰 做华沙犹太区起义 80周年一个纪念的活动 德国现任的总统呢 在当中被认 他也是在这样类型的活动当中 第一位做公开致辞的人 当然呢 这次他的主调也是求饶恕宽恕 纳粹德军的罪行 同时也对俄罗斯又再做一个批评 德国在对纳粹德军的这段时期的历史呢 他现在官方上下是一致的一个核心 就是对这件事情呢 反思 同时求忏悔悔罪 这个是德国官方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一个步调 乌克兰的谷物出口呢 现在说不断地去加深欧盟的分裂 今天有更多的消息去注意到这个情势 半岛呢就有一个思考 说为何在欧洲引起这么大的分歧 那么联合早报呢 这里注意到说 保加利亚暂时禁止进口乌克兰谷物 匈牙利也扩大禁令 因为最近我们先看波兰 波兰因此还辞了一个农业部长 因为他就是反对 反对这个乌克兰的谷物进口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谷物出口了 到了这些国家之后呢 从这个波兰 保加利亚 匈牙利 现在最新还看到斯洛伐克 因为它的价钱比较低廉 数量又多 引起了当地农民的一个反弹 所以希望呢 当地的政府是不是对他们的一些农业 提出了更多的一个保障 等等 要看政府提出什么做法 那别忘了波兰 即将要面对他们的大选 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得罪任何一个选民 所以先做暂停的进口的一个禁令 但欧盟不买账 因为欧盟认为呢 他们的法规出来之后 是有排他性 不支持任何单变的做法 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切身的农民利益 在这个时候呢 确实是受到考验就是利益的盘子被动了 所以接续呢 因为谷物的进出口 在欧盟的这个内部呢 一定还是会进行一个争议性的讨论 好 基辅上空突然出现神秘一道光 就是那道光 那道光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外星人 一开始呢 对于乌克兰男长当然很紧张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光 后来一度猜测是不是卫星 后来美国太空总署NASA说 因为他们的卫星报告监控呢 发现不是 所以基辅现在呢 对外的说辞是 可能是陨石的坠落 但无论如何还需要交由调查 接续我们帮您做国际速报 拜登即将宣布参选了 这个时间呢 说是最快在下周宣布竞选连任 最快在下周 不知道中间还有没有变数 因为相应于共和党来讲 内部比较多人选跳出来 拜登的这个新动态 还有美国的经济情势 美国联储局呢 发布的这个贺皮书 它一个经济情势的报告 我们看到这个美 主要是这个 还是呼吁要加息 另外经济停滞贷款收紧 我们先说这个部分 它主要呢 是近期的一个经济数据 显示美国的通胀 虽放缓 但是在各方面的经济 比较低迷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 通胀是放缓 但是注意到很多银行 它放贷贷款给人的 这个部分变得比较保守 可是在当中呢 我觉得应该还要更清楚地看到一个失业数据 他们的这个失业人数呢 比之前预估的还多了5000人 多了5000人的概念呢 这个部分呢 意思是指 你看它会超出他们的预期一点一节 这个情况呢 也被在美国的一些银行界的人士认为说 这个代表美国的通胀情势 接续朝向加息的可能性 在5月甚至就宣布加息的可能性 也是很大的 与此同时 美国的债务即将违约 拜登很急 共和党这里说 可以 我们可以延长债务的上限 但它设了很多的砍 完全就是针对拜登的政策打 比如说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当中 对清洁能源的补贴 还有对于国税局的一些人员的 这些金额的援助呢 他们认为通通要取消 因为条件开得太多 民主党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同意 但是要知道 美债一旦达到了违约上限 违约的话 联邦政府无力偿还 市场又失去了对美国财政部的信心 那么接下来所发生的灾难性后果 是可以想见的 那有专家也甚至在担心 说会不会引发再度的一个金融危机 欧盟探关税 这是首次有这样的一个探关税法案 把气象规则纳进去 说2026年开征 美国现在很担心 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怎么看 要看 开发中的国家肯定影响很大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们有很多生产的产品 在过程当中呢 还是比较依赖煤炭的 但是这个探关税法案 从2026年开始开征 在欧洲的生产商 他们有一个免费的额度 那么他对外国地区开征的方法是 从2026年开始 对于欧洲本地生产商 免费的额度扣除之后 争得税 这个比例方法呢 等同于外国一样 不是说你一进来 你什么我都扣 可是这个部分呢 是希望避免是世贸 这个政策当中 对于他们是歧视的担忧 但无论如何 如果说要跟欧洲市场合作 认为要看一个风向 因为欧洲呢 对于清洁能源的转型 对于绿能的重视 已经是一个共识了 所以接续朝这边走 特别是对于他们经济和缓 在各方面的税法上 他肯定还要另外再想办法的 加密货币 这个东西要说一说 这个欧盟也出现了一个 全面监管加密货币 全球首部法规 欧洲议会已经批准了 同时看到同样的消息 这个加密货币的消息 是俄罗斯准备批准少数实体 进行服务于外贸的 加密货币挖矿活动 我跟大家说 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 欧洲的这部法案的出来 代表了什么呢 进一步的告诉大家 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的 去中心化是个伪命题 事实上各国接续 都会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管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而对于欧盟来讲 透过了这样一步的法规 也是对于以加密货币为手段 做一些洗钱等非法活动 是进一步的打击 但是到这里还能再往下想 再往下想 深层的意义很有可能 是对于俄罗斯 要用加密货币进行 贸易活动的兑换 这造成进一步的考验和难度 在加密货币市场的领域 俄罗斯一直是先驱 也是交易的参与者 对俄罗斯来讲 如果运用加密货币 做一些各类货币的兑换 像是crypto token cryptocurrency的话 那么确实可以绕过西方 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避免使用美元和欧元 但这也是俄罗斯 唯一的方法 加国抗议 16万的公务人员要罢工 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政府 有个规定 说政府可以用政策 去强制他们要复工 所以他们不满意 这个大罢工的情势 越烧越火 甚至可能影响到特鲁多的政权 然后这马斯克的SpaceX 这次试射新建 一开始大家还听到 哇 好多人欢呼声 结果呢 它并没有far away 并没有away很远 升空四分钟就爆炸 但是他们的应对方式是说呢 其实失败对他们来讲呢 反而是给予一个很好的经验 反而因此期待下次会更好 特斯拉的这个降价 在财报出炉前降价 果然财报正式出炉之后 一如外界预期 他的市场的利润呢 掉了两成 当股票更下降 于是乎德国之声有一个分析 说他这个谈利润的 这个可能的情况 利益度 华尔街日报说 这到底值不值 掀起价格战到底值不值 到底值不值 应该问马斯克 不值的事情他怎么会做 因为不论怎么分析要看到 他愿意牺牲利润呢 为什么他就是要增加促销量 因为他还是希望在这当口呢 稳住他的市占率 野门悲剧 慈善活动在首都进行 没有想到人太多 人采人 八十五死三百多人 伤的一个汉剧 这事情让我们心疼 跟思想到 一个战乱的国家 真的很辛苦 要八年内战 人道灾难很多 而且他们的贫穷人口 高达八成 接续这也是一个 很这个 大家很 有人很爱追 这个星空上各样秘密 这是日全环石 下面的照片呢 这是在西澳的一个小镇 说那里看得最清楚 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 吸引了很多人 涌入该镇城市 那实际上在21世纪来说呢 说这次的日全环石 现象极为特殊 一共只有七次 但很多地方呢 因为雾大看不到 就比较可惜 但是这也是一个 天文异象 有报天天 继续我们做中华聚焦 今天关注了很多 经济情势 先来看 今天在信报的头版 用人行这里呢 他们在说明当中提到 有关于房地产 房地产市场这一块 说房地产的贷款急增 楼市向好 另外经济日报呢 这里则是注意到 因为现在信贷 如果续稳增的话 可以说是稳固挺经济的 一个力度 大家全年的一个曲线 像是CPI的部分呢 预计呈现一个U型 没有长期的通缩 或是通胀的一个基础 那另外呢 在分析上呢 有人注意到 因为在全民脱贫 要共同富裕之后 中国的经济呢 现在在发展上 理论上开始 被很多的学界关注 它是不是到了一个 实质路口 又会做怎么样的一个应变 那与此同时呢 有一个经济学者 社会学者 孙立平先生呢 他应用了他的话 他就提出 说呢 中国现在正在 经济方面正在形成 一个新的二元结构 说一个是国际 一个是民生 那么接续这两者之间 来看这两元 如何的来做运作 这个消息面上 看美国众议院 兵推两岸 台海之间 可能有战事 昨天已经提到 部分信息 今天比较有多媒体跟 就是他说 廖双书 推演了之后 说冲突代价高昂 但是后面要看这一句 需要加强区域阻吓 所以前面先恐吓威胁一下 但后面呢 可能又要再做 一些军事威吓性的 一些部署 问题是他怎么做呢 《大公报》这里呢 说每个政客叫嚣 台湾全民涌枪惹反感 对 最近呢 美国共和党内 比较多人要进选 要争取大选的提名 而其中一位候选人呢 他在美国步枪协会 前演讲的时候 他如果是他当选啊 这个台湾家家户户 都派一支步枪 这么嚣张的言论呢 其实在台湾舆论 是比较反感 因为台湾本来是进枪的 而且这个枪制的问题 是你说提供 你说用就用啊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是引起一定的一个争议性 在与此同时呢 在高科技的上 我们注意到德国 萨州要有一个行动 因为德国萨州这个地方呢 在欧洲来讲 特别是对德国本身来讲 它是一个高科技 半导体产业链 相对完整的一个聚落 那么现在在台湾这里呢 寻求合作 九月在台社的这个办事处呢 就希望在人才的部分招募上 做一个努力 意大利这里呢 有一点变化 看一看 意大利船要退出 这个 它之前本来有一带一路的 协议上有些合作 但现在大家注意到 它在这一块情势上的不同 那因为呢 它现在透露出的消息 就是在台湾跟晶片上头来讲呢 它需要这一块 所以呢 它为了要在这一块 有个更实质的进展 现在传出了这么个风向 当然这个风向传出来呢 每次都是有意思的 接续 它也是要增加 它谈判条件的一个筹码 柯文哲到美国之行 那么当然 每一次呢 台湾的政治人物 去美国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交谈 跟内容都有些默契 不会对外说 但柯文哲 大家也知道 他上来呢 也遮不住 他透露了很多 说这次信息量很大 但是呢 信息量很大 不论他会了谁 因为柯文哲 现在并没有被赋予 更有power 更有权势的一个政治力量 主要还是要看他回台湾之后 他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而龙印台 他的一篇 这个投稿的文章 就提到说 你看台湾社会 现在出现了 对立指责 普遍不安 台海紧张 朋友开始反目 主要就是 为了当前的两岸局势 台海情况 特别是一些 60岁以上的朋友 他们说话说 都会吵架 那很多人认为呢 说就是 是比较 赞的口号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 他们不愿意去背负 这个政治人物 无法解决问题的 这个伤痕 所以呢 就看他就写出了 这么样的一个文章 接续 我们做中华速报 看个排行榜 这是财富 做了一个排名 说最具影响 在中国内地最具影响的一些商人 排序当中 有头五位呢 说他们的总部是设在深圳 那现在是谁拘手 大家都很好奇 第一名的是谁 说比亚迪王船服拘手 任正非呢 到第三 我们看到 马云这里还排第八 我们看到 这有一个排序 区别对待中国人 宝马迷尼道歉了 宝马迷尼的上海车展 落入了冰淇淋门惨招翻车 对 结果后来大家都不是关注车展 或他的车道是怎么样 这个因为他们这个网路上 已经讨论的很热了 就是提供冰淇淋 是不是有区别对待 因为很多人拍摄的画面 都只提供外国人 但这是要说一下 要看呢 主要是这个车厂 他们自己本身的应变的方式 那一开始 先是对外道歉 说是内部工作不细致 而且是工作人员失职 失责 说他们两样都是临时的聘雇工 但是后来呢 最新 今天我们在读报之前 还看到他又有一个新说法 说呢 这个其实那个冰淇淋 原本是要提供给自己员工的 但是这个呢 你不说还好 说了又被网友给翻账 因为呢 这个在现场呢 没有各样的指示 和没有各样的说明 你是做这么样的一个提供的 所以回归到车展本身 车展 厂商如果要吸引人去客观看 甚至购买 你到底是不是就要 一定要供应冰淇淋 你是不是要供应食物 如果你真的要做供应的话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做法 才能做得更细致 但核心呢 还是说这个车厂 在公关危机的应对上面呢 真的是比较弱 而且你前后一个说法呢 这件事情呢 反而会让网友认为 你不如认了 可能还比较好 另外在看这中国教育部 有一个要求学校拧聘教师入职前 要查询性侵犯罪等信息 师德师封非常重要 习近平之前也做了 这个重要论述的摘 我记得重点很多 其中当中就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人啊 我们个人呢 遇到了一个好老师 真的是一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如果有 有好老师呢 这是学校的光荣 但是一个民族呢 如果能够有更多的 这个源源不断的 有更多的大批的好教师 那真的是一个复兴 这个相关的这个 师德师封很重视 那么接续一看呢 像杭州公安的一篇公告 让大家看到 因为它主要是针对 你在公交车 在火车上面你猥亵 要把你的名字也公布 网论上当然有两派 理论上认为犯罪的人 他可能也有一些隐私权 也有一些权利 不反对的 但是认为应该公告呢 才有嚇阻作用的人也很多 但不论是持哪一种观点 都认为这样的方式 嚇阻性比较大 所以我们看 你得公开 你看红楼梦一个女星 这是拍一个新版电视剧 演林黛玉的这个女星 蒋梦杰遭偷拍群体 还在网上被勒索 勒索 他索性不忍了 勇敢报警 其实最怕被曝光的 反而是躲在暗处 只敲键盘的这些坏人 台湾呢 这个枪制的问题 为什么说台湾舆论很反弹 你看17岁的孩子 拿着改造的冲锋步枪 在台中一个当铺前 扫射了40几发子弹 全部用光 但是经过的民众呢 好像都搞不懂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现在这事还在调查 但最让人家忧心的 就是这个枪支 改造枪支应用的问题 这个是香港 这个中文大学医学院 他们做了一个亚洲 最大的一个常新观的调查 结果呢 你看这个发现了 大家信不信服 好像有影响 有7%在亚香港 受到这个之苦 可是有很多人也提醒 说会不会是 有些是心理因素 今天读报最后 带大家来看 在日本 说这个终身球赛 平均球员年龄83岁 最大的是93岁 一个高龄化的日本 这么样的一个球赛 发现了这么多的Peak seper得不清